Hello, 大家好 今天黃絲拉廚房想和你們分享一個改良版的鹹肉種 改良版就是和我自己比較 因為我兩年前都拍過的 但今次我的方法會比上次更快 這包種葉是我上年包種時用剩的 我放在櫃裡, 今年拿出來 而且它也有到期日子 它是今年年尾才到期的 所以都無所謂的, 這些乾貨 現在我們首先將它浸水 盡量找些重的東西摘著 摘著它, 等它浸水 如果可以的, 就早一晚做 不然你浸3-4個小時已經可以了 然後你就可以將它拿出來 放在鍋裡或鍋裡也可以 再煮熱它 用硬物炸一炸 加入少許油 讓種葉更好一點, 滋潤一點 而且沒有那麼容易爆裂 然後有什麼要浸的呢 我們先浸了 例如花生, 我們用了三兩 清洗後就可以加入一些清水浸著它 用水浸過花生的水 其實你之後也可以用來煲湯或滾湯 也可以的 乾瑤柱又要先浸 所以我就數了 我大概是包30種種 所以我這裡預算了30粒乾瑤柱 清洗後用水浸它一會兒 大概浸它一個小時 總葉煮滾了 大概煮多5分鐘 我們可以關火 油在水上攀動也可以 攀動後才洗總葉 另外預備一些蝦米 蝦米呢 這裡是一兩 清洗乾淨後 用一些水浸泡它 大概1小時 浸軟它 現在就洗總葉了 底面兩邊洗 用一塊布 其實它也不是太髒的 你用一塊布 底面抹它就可以了 總葉其實也有分底面 有骨頭上來的那邊就是底 好了 乾瑤柱浸了一個小時 我們也要蒸一蒸它 大概蒸它10分鐘 水滾之後 那花生呢 我突然想起 就要加少許鹽去浸 花生就更美味 這個蝦米浸了1小時 它軟身了一點 我們撈起它 用小火 用少許油 就爆香一下它 然後就可以撈起了 你聞到香味 和它的顏色轉到少許金黃色 另外糯米呢 我今次買了兩斤糯米 糯米呢 就洗一下它 之後呢 就浸一會就可以了 其實有些人說不用浸 不過我覺得浸了 你在包種的時候 不需要遇到很鬆位 讓它膨脹 另外這個綠豆邊 買了一根 我今次就把它拌在一起 來浸 因為我想包種的時候 它的糯米和綠豆在一起 顏色就會有些白白黃黃的 如果你不拌在一起的話 你就分開浸 其實不用浸很久 我準備好材料之後 就可以用了 那些米 鹹水草 浸15分鐘左右就夠了 這個豬肉 就用了 好像一斤半 因為我預計30隻種 我把它切成30塊 通常有些肥肉 會好些 有些人會買五花腩 就方便一點 因為它會一層肥一層瘦 然後你切好之後 有醃肉 有豉油 糖 鹽 胡椒粉 還有五香粉 如果有些人不喜歡五香粉的味 就可以不放 五香粉 然後就可以放一些油 還有一些麻油 增加它的香味 然後拌均勻 然後拌勻 油腌 油腌一會兒 你再預備其他食物 其實的過程 你可以一天內完成 就算你今天去買材料 下午開始做 今晚都可以完成 鹹蛋 我買了15隻 你用這些新鮮買的鹹蛋 鹹蛋黃 如果買一些 一早已經配合好真空處理的鹹蛋黃 其實就沒那麼好吃 不過就方便一點 這隻蛋就有問題 所以我又少了一隻鹹蛋 它的鹹蛋黃結不到一塊 現在就少了一隻鹹蛋黃 鹹蛋黃 我們就拿出來 鹹蛋黃的白 你就可以留在 以後 即是以後 即是以後 煮湯 不是煮湯 煮湯 例如折瓜煮湯 那時候都可以用 或者是蒸三色蛋 或者之類 你可以用那些鹹蛋白 那些蛋黃 蛋黃就沖洗一下 沖洗一下 沖洗到表面的鹹蛋白 然後就用少少少紹興酒 就醃一醃 然後我就把它切開一半 因為一隻蛋黃就不夠分 那現在的糯米和綠豆邊 我們就撈上來了 然後就用三湯匙的油 和兩茶匙的鹽 醃一醃 拌勻 讓它有些底味 其實我們可以包的了 那你把材料 放好在一張大的桌子 這樣 就會方便一點 把全部材料都放在前面 這樣 那我們好了 我們開始包了 首先就要兩塊種葉 先滑身那邊 就向上面 有條骨那邊 就是底來的 就是向下 兩塊種葉 就好像我那裡 這樣 疊住 然後呢 就會在中間的位置 屈一屈 形成一個兜兜 這樣 這個兜兜 其實很容易做的 你試多幾次就能做到 只要你屈成一個兜型 那你要看一看 那個兜的角落 的位置 有沒有穿孔 只要它不穿孔 你就可以開始包了 那我就放進去 兩湯匙的糯米 綠豆邊 然後就可以把你們的餡料放進去 其實你們自己預備了什麼餡料呢 就放什麼餡料 我自己很少用冬菇的 因為我也知道 如果冬菇放太久會變酸 所以我就不放冬菇 然後呢 就把兩湯匙的糯米 兩至三湯匙都可以 然後呢 就加多一塊葉 就好像我這樣圍住 然後就摺起來 然後呢 就再把頂部 再摺起來 用手指弓這邊 這樣夾緊它 然後我就多數是左手拿著這隻糯米 那在右手呢 就去塗材料 還有去拿那些 鹹水草 這樣 那繞到最後呢 就跟頭的鹹水草 就打回一個溜菇 要打 起碼打兩次 那就讓它不會那麼容易掉 那起碼打兩次溜菇 打緊之後呢 如果有長的那一段鹹水草 你不用管它 因為到最後呢 我們會跟其他 的種一起綁在一起 那好了 今次呢 就完成了32種 不過呢 就變成了 有些 臨尾那幾種種 的材料 就可能少了一點 因為我原本呢 就預算30種 的 那種葉呢 都剛剛好用完了 應該就是100塊種葉 所以我現在這裏32種 都用了96片 那剛才說 長了那些鹹水草 你就可以幾種種綁在一起 那現在呢 就熬熱一些熱水 這個鍋呢 是我之前買的 成10公升的 我最初還想著 可以把今次的種 全部一次過做完 但是發覺呢 都是不行 到最後呢 這個鍋呢 就放了22種種 還有記住呢 是水滾才下種 是會好一點的 如果你凍水就下種呢 你會發覺呢 煲出來的水 是很髒 即是那些糯米 或者之類 會走了很多物質出來 到時候它的種外面呢 就會很多 好像一點點 那些糯米 那些東西 還有要加入適量的熱水 讓它蓋過面 然後我們就可以繼續 用中火煲兩小時 其實一個半小時至兩小時都可以的 視乎你的種的大小 兩小時就很穩陣 它就一定會熟透了 因為種一定要熟透才行 如果你一做到它不熟 你之後再做它也不會熟透的 還有一旦OK完成 即是煲好了 我們要立刻撈起 就不要有那些種浸在水裡 不然就會浸淡了那些種 我們立刻撈起之後 就讓它在室溫裡攀動 我擦一隻出來看看 其實已經很簡單 如果你們包完之後 想儲存 等它攀動完之後 你可以 如果是這一兩天吃的 就放在普通雪櫃的0至4度那格 如果你打算很久才吃的 你可以把它放在雪箱冷藏 到你吃的時候 就拿出來用水 再煲20分鐘左右 好了 今次的影片就分享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的影片 就like、share和subscribe我頻道 以及歡迎你的影片下面留言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